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洛杉矶时间 星期六 那么今天说一期 不平衡的苗的修剪 牙签苗 然后提醒一下 昨天我出了两期视频 一期是 如果对各位新买绣球 碰到问题 我觉得是特别有帮助的新手 可以去看看 还有一期是说什么来着 说品种 说爱妮公主 我自己都忘了 出太多了 所以出节目太快太多 想让老和上字幕 真是太为难我了 没有团队根本上不了字幕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的节目做的 一个是修剪的 带笋的修剪 还有一个是压肢的 现在的状态 来我们走近看看 能多开一点 看到是修剪的 这里压头起来了 是吧 然后这边没有明显压头 但是已经起那个鼓起来了 压点 然后再看看这个笋 笋的那个里面的里面的压点 笋要先开始老化 老化以后呢 那压点也有一点点看到了 它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虽然老嫩不一样 但是呢 它们已经开始在同一个起跑线了 是吧 虽然略微有层次 但是至少是同一个起跑线开始的 那么这样子的苗就意味着下一波 会整齐一点 是吧 然后高度的平衡 已经掌握的 没看过 往回翻一下就行了 没几天 是吧 好像是上个礼拜嘛 我先拿下来 这盆我也先拿下来 缺得重的未月 以前做的分盆 新卖的玛格丽特 拿下来 看这个 折断里面的压点 最重要的是 像这个我为什么折断 折断了以后 它这个压点你看还在盆大 如果不折断 这个压点也是压了营养供给太好 这个压点闷发了 没用 或者说达不到我的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是什么 就是让它在 肌部 根基部位 是吧 那种强壮有力的部位的压点 闷发出来 这种苗压枝啊 然后让它剩下的 是吧 洛苗嘛 仅有的枝叶 像这种叶子 继续的 光合作用 是吧 把它的能量压榨出来 是吧 如果这种太洛 太偏的苗做一个正常的修剪呢 恢复时间会慢一点 这样子提前做一个压枝 哪怕它还在开花 是吧 然后把它整个新陈代谢调快 是吧 压点鼓鼓的啊 一个礼拜不到时间 花都还没卸 是吧 这棵苗其实就特别弱 还有白粉病 拿下来 也会 也在慢慢的变好当中 然后再说这棵 今天我说完这些呢 后面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移栽的那些 之前冬天移栽的 正好对应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加拿大 是吧 美国东部啊 东北部啊 诶 正好对应 我之前的那几期冬天的视频啊 可以放在本期视频的结尾 那么先做这一棵 这棵呢是什么样 就是很多的新手 新买的苗 或者不是新买的 就哪怕是家里弟弟种的 花开完了 诶 新的一个花苞 高 矮 芒枝 是吧 这里也是芒枝 啊 那么怎么处理 是吧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花下一片叶 这样修剪 够了吗 新花苞不剪 如果就这样 然后芒枝一剪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后果就是 你这朵花开完了 这里呢又起来 是吧 还没开花 那你这朵花又咔嚓一剪 然后会导致什么 永远的 左一下右一下 翘翘板嘛 是吧 那你的花整体效果感 整体感在哪 什么叫整体感 给大家看看 举个例子 像这一棵 是吧 哪怕是这种盆栽的 这种就叫整体感 像这一棵 这种就叫整体感 好 还有那个地球天使 过两天我会介绍的 订阅点上小铃铛 地球天使 全是花苞 全是花苞 所以这就是整体感的重要性 不是冬一朵吸一朵 那么开始剪 是吧 像这种 像这个花苞 先剪掉再说 然后我们再去寻找它的平衡点 是吧 上下的统一点 是吧 统一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 有树了 是吧 这个芽点靠外 那我留到这个 稍微有点这个高了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芽点靠外 是吧 这个芽点靠外 我就稍微高一点 也留这个了 我如果留这个的话 这里长过来 会跟这个像产生交叉 所以我就留这个 留这个以后 它的以后分支是往这边来的 往这边串 是吧 这样像一把伞一样打开 会以后 对以后它的形状会好很多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怎么办 同样的原理 咔嚓一刀 我为什么留这里 我就要取这个压点 以后的门发点这边 是吧 它就往外长 然后下面的芒枝 下面的芒枝 这个芒枝呢 是我要整个去掉了 这个 这个点 这个点都不够强 这个点也不够强 这个枝条呢 就是和这两根枝条 实际上是并排的 那么我 其实我可以把它整整体拿掉 那舍得拿 拿掉之后 像这个枯死的杆子 趁这次就 来一下啊 拿掉之后 这个点啊 其实这个芽点 看似长芒了 可能有机会 重新填补这块空间 而且就算不填补啊 我这里面的还有一个小芽点 我中心的这个 芒枝我拿掉啊 留着没用 给大家看看 那为什么没用 像这种 你要真想留呢 是这样 咔头去掉 这里的芽点 还能激发一下 但是没必要 老河修剪的 一大原理就是什么 就是把中间尽量腾空 这个芒枝也剪掉 这个呢 芒枝 先留着 可能有机会激发出来 好 嗯 嗯 这里有个芒枝 我剪下来啊 芒枝是什么 这个其实最有说服力了 特写来一个 像一个盲人一样 他的眼睛黑了 他的中心黑掉了 他的那个小牙头 已经枯死了 啊 这种芒枝呢 你说完全没机会吗 也不一定啊 真的肥水激发 也可能的 但是没必要留太多 是吧 能清的时候尽量清一清 特别是这种里面啊 里面它是没有机会的 为什么 他自己阳光太差了 他是被自己的同胞叶子啊 遮挡 啊 你用0.5 ok 嗯 所以这种里面呢 我就直接一点啊 也不本想着去激活它了 干嘛的 也没什么废话啊 直接剪掉 然后就是考虑到这根 这根鞋叉的 到底留还是不留 那么介于它是 如果一个强壮的苗 我直接讲 介于它太弱了 像这个你过来看一下 嗯 这这根很尴尬 是吧 然后我希望它这个牙点 能够填补这一块空档 这个牙点还挺好 这个是芒枝 那么我想想 正常来说我整个去了 就是苗如果足够强健 那我这个苗呢 这个芒枝去一下 就去到底啊 里面那个条 就这根枝条就留下来 嗯 像这种 这种可剪可不剪 无所谓 过段时间强健一点再说 然后这个交叉枝上面全都是芒枝 剪掉 看这样拎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小枝条看 一个芒枝 两个芒枝啊 这种都是我买来的时候 就非常不健康的苗啊 看老鹤怎么样 神奇的把它们变得啊 猪型好看 开花一波一波 这个枯感太长了 剪一下 然后这个枝头 我得想想了 这个枝头上 说落不落 说强不强 芒枝也有 芒枝先剪掉再说 看这个芒枝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芽点 我干脆 这里来到 是吧 这里来到以后 它这里的芽点 已经鼓鼓了 鼓着了 虽然这里两个芽点 看这个芽点 已经蓬勃而出了 这里还鼓着 它已经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了 是吧 这也是没办法 这就是我为什么 要急着 那朵花还没卸 我就要先修剪了 再不修剪 这里就出花薄了 这些芽点 永远不会出来 即便出来了 也是芒枝 所以这就叫整体修剪 我们做一个修剪 一定要有整体的感觉 是吧 你要考虑到它未来 哪些芽点会萌发 哪些芽点是主力芽点 那么现在这样看来呢 这两个芽头有点近 但是没办法 有点近我也不可能再做取舍了 因为它本身 是吧 和其他的这些芽芹苗比 这颗苗算强壮的 是吧 但终归也还是个芽芹苗 好 剪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最近的那个状态 就是冬天断根挖出来的全是花宝 然后很多人可能要问我 这些都是我太太刚刚买的 玛格丽特各种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英文名叫Margaret 然后它的还有一个名称呢 是叫木童蒿 是它的鼠名 鼠就是木童蒿鼠的 菊科木童蒿鼠 这一大类 其实它都是玛格丽特 多年生的 然后买的时候 可能有些标玛格丽特 有些是标木童蒿 木童蒿英文念不来 自己查 来我们来看吧 这个就是我当时种下的伊夫伯爵 当时买来又臭又肥的土 是吧 我都弄散了一部分 然后就挖个坑种了 不要埋肥 是吧 当时还被兔子啃得精光的 当时的那个视频 我都放到本期节目的尾声 也没多久 一个月到了没有 看看啊 当时视频的那个每一个标题 点进去 下面都有当时出节目的时间 具体的 第一朵伊夫伯爵开了 这个花苞是苗圃来的 当时这个很可怜 只剩一个花苞了 对 种下以后又被兔子啃 那现在没关系的 随它啃 是吧 只要把它的新陈那些调高了 是吧 蓬勃而出 你浇水用肥呀 听我的呀 蓬勃而出 兔子都啃不过它 没它长得快 这棵今年的唯一种的一棵 奥斯丁 裸根苗 叫什么来着 反正是小碎花系列 低维护系列 而且预报一下 我今年要说 大概十几个奥斯丁的品种 都是去年种的 欢迎订阅 并点上小铃铛 这棵苗当时都 很多人觉得死了吧 是吧 那么多天 道春寒雅典又冻死 现在不是照样活了 是吧 奔埋肥 总是有信心的 道春寒没关系的 好 我们过来看看 我当时暴力的 挖出来的 就从这里 我觉得它足高太高了 挖出来 把它移到后面去 是吧 这样整个视觉会好一点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都是花苞的 然后前面矮的 我种上了玛格丽特 看 这个是我就是那里 玛格丽特那边移过来的 我当时那个移的视频 我也放在本期节目的尾声 放在那个方框里 这才多久 是吧 蓬勃而出 这花苞量 和人家那些没有移过的比也不差吧 这个花开起来是什么样的 过去给大家看看 我有一颗没有移的 已经率先开了 这个就是回香九夫人 就刚才那颗花苞的 这个是大的 这个品种就非常适合北方 为什么 我们在天气热 它颜色就惨白 而且到了夏天的风花性 复花性都好 但是夏天的花型不是这样的 有点摊大饼 就是 而且交边也会交边 就如果说你那里气温不过 就最热的时候也不会超过30度的 是吧 加拿大这些地方 非常合适 雨水多 没关系 雨水多这个品种非常健康 这个品种就是你边上哪怕有个白粉病的 它都不传染 不怕那种与英语的交替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北方 我们南方种嘛 春天 今年乐的快 没那么红 本来是白里头红那种 像龙沙那种韵味会更明显 现在颜色偏白 今年偏白 每年都还不一样 去年就更好 好像前年是最漂亮的 然后这颗 这颗当时移的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两颗都是 是吧 阳光多重要 大家看出来了吗 这颗相比刚才那颗 是同样的品种啊 这颗是同样的品种 都是回香九福的 是吧 它的花苞 大家看也很健康 也挺多的 是吧 但是就没有阳光好的地方 花苞多 为什么 它因为这颗高大蜘蛛在边上 对它还是有一定的遮挡 包括后面的这些 天堂鸟 还是有一定的遮挡 但没关系 以后这个蜘蛛肯定 这波花以后 是吧 我在修剪 修剪完 在第二波花 今年就可以达到这个高度 我们看下去 看我的视频 真的很重要的一点 看下去 然后这个回香九福 有兴趣的观众啊 可以搜索看一下 我把它放在那个品种介绍的播放列表里了 以前介绍过的 包括这个瑞典女王 多漂亮 瑞典女王很多人说也是山路闪 但我觉得啊 比安妮公主好太多了 然后和奥利维亚比呢 它你看已经摊成这样了 才有点交边嘛 是吧 而且真一交边呢 它就散了 是吧 挺好的 你看这种 拢在这里的感觉 就是这种瑞典女王最最美的状态 就维持了挺久了已经 啊 这颗也是去年的 到时候我再种大一点 再专门介绍吧 啊 很多人觉得你这个阳光差 所以所以花期长 不是的 阳光好 肯定是更好的 月季玫瑰 不存在阳光差 更好的道理了 啊 那它形成那些快了 是吧 而且更多呀 是吧 所以你严而种之 你没有把月季 种在半阴半阳的 必要的 除非你没办法 但凡有地方 哪里阳光最好 哪里种月季啊 哪怕是号称喜阴的 没有喜阴的月季的 哪怕是号称耐阴的 哪怕是号称耐阴的月季的 也就是这个月季的 也是就是一样的道理 哪里阳光好种哪里 它的变化好 我买的时候 我是喜欢它 买的时候就是看着这个颜色买的 还有一圈绿的 还有一圈绿的 对 我就是那个绿的 这一朵就是这两天温度低下来了 出来的话 这些都是当时温度高的时候出来的话 全白 几乎全白 而且焦边了 太高了温度 其实这个状态已经维持好久了 才焦边了 这个花是花期很长的花 好 就在这里结束今天的节目 前面的白冰山 后面的奥利维亚 哈哈 所以我奥利维亚赶紧就介绍了 是吧 你现在再来介绍都已经开始败了 花期 花期真的太重要了 但没关系 到时候修剪完 第二波来的也快的 好 这种海洋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视频 说明了 今晚了 很久不見 你 今天